关注预想中医,关注生命健康,本号所发方记以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医助为主,文中方记仅限于学术交流,患者赢在中医大夫或重要师指导下加减使用,切勿自行套房,面出意外,疼痛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个比较复杂的病症。 真就在这方面有缺陷而写著的疗效,但一般而言,必须认真寻求病引,探明病机,方可去学论治。 一般而言,疼痛可分为不欲则痛,不容则痛,不松则痛。 一、不通则痛,素问,句痛论,说,寒气入金而几时,气而不行,可于脉外则是上,容于脉中则气不通,故粗然而通。 含气可于肠外,之力上诸,故痛而偶也,这是含血必足,经络不通所致的疼痛,应当采用温通法,去除含血,温通经络,也就是以通至通。 二、不容则痛,素问,句痛论,说,含气可于卑语之脉,则脉气,脉气则血虚,血虚则通。 林书,五龙今夜别说,阴阳不合,则是夜夜而下流于阴,随夜积紧而下,下过肚则虚,故要被痛而尽酸。 林书,阴阳二十五人,说,以气皆少则喜专精,种下痛,这是气血虚少,不能营养筋骨所致的疼痛,应当采用这步法,补气阳血,容养筋骨,也就是痛随不解。 第三步中则痛,素问,句痛论,说,含气可于脉外,则脉含,脉含则作权,作权则脉处急,则外义小落,故粗然而通。 含气可于肠胃之间,膜原之下,血不得散,小落即隐固痛。 这是含气侵犯脉外,经脉受含收缩,牵引在外的细小脉落,屈身紧急,不能生甲所致的疼痛, 应当采用为反法,发散含气,通落解净,也就是以松制痛。 再上,主要可有以下两种针灸方法。 一,根据疼痛的部位群筋取血,头痛在后脑极上部,取通天,预诊,天柱,后夕,深脉,以太阳晶石为主。 在前额及面部,取头围,下关,夹车,银香,河梁,河谷,内平,以柔名精学为主。 两侧及偏头部,取风池,顽骨,汉燕,帅骨,外观,竹林气,以勺扬精学为主。 在头顶部,取百会,前领,后顶,内观,太冲,航肩,以局部和绝心精学为主。 胸不痛,以心鱼,肺鱼,心包鱼,墓学和内观,圣门,猎屈等。 以心,肺,心包精学为主,邪不痛,取甘鱼,胆鱼,墓学和曲全,杨明泉等。 以嘎,胆经学为主,上腹不痛,取脾鱼,胃鱼,墓学和三阴胶,足三里等。 以皮,背经学为主,少腹痛,取身鱼,膛黄鱼,墓学和阴骨,公孙等。 以身与冲耐经学为主。 二,整明疼痛的病因立法处方,风邪欣喜,沉身有走窜痛,食痛食指,痛无定处。 取风池,风门,隔鱼,血海,后膝,深脉,用平补平泻法,书风止痛,活血通落,寒血寒风自灭之意,寒血内积,腹部疾痛,大便堂血,四肢冰冷,取中蓝,天书,观园,足三里,三阴交,用热步伐,温中散寒,暖肤止痛,水势下注,白带增多,绵绵不断,腰中酸痛。 肢体扯法,取代脉,观园鱼,上疗,白环鱼,终极,森阴交,用平补平泻法,健皮肾湿,孤带止痛,肺孕上有,咽喉肿痛,吞咽困难,大便干燥,取育风,尺泽,河骨,腺骨,用泻法,鱼记,少伤点次出泄,以输泄良明。 轻微止痛,肝气瘀结,胸闷不舒,鞋类胀痛,饮食减少,取气门,直钩,杨铃拳,太冲,用泻法,以输泄肝胆,比气止痛,饮食停滞,晚腹胀痛,痛处至暗,爱抚吞酸,取中蓝,天书,气喊,足三里,内停,用泻法,以消失导致, 轻微止痛,肾虚腰痛,起病缓慢,缠绵不移,腰酸腿软,疲乏无力,取胜于,致氏,命门,官员,太喜,用热补法,以补胜症疗,暖腰止痛,在痛经时,则可聚病情需施斋施争止,气质血瘀,引起的痛经,经前或经期小腹胀痛,行经量少,不畅,血色此案有快, 应该经前一到三天取次楼,天书,气喊,终极,三阴交,用平补平泻法,以理气活血,逐于止痛,每日一次,每月争治一到三次,痛之后停身,下月再继续,气血两窥,引起的痛经,经期或经济靠小腹缠绵疼疼痛,停色淡,至清洗,在经期或通时取胜于,官员于,商量, 官员,三阴交,足三礼,用符法,以文武冲刃,养血止痛,每日一次,连续侦探二到五次,失了血色好转,痛之停身,每月争以死法,直至痊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